面对明年元旦起莱猪即将进口的状况 恐对县内农产造成冲击 先云林芳宇在本日定期会中 以来就叫南投县农产云销公司 是否有做出妥善规划 让业务不受影响且顺利推动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 对于我们碰到莱猪之后 我们的行销要怎么行销 要怎么去兼顾到 我们这一个国人的健康 不受影响之下 还能够将我们的业务推展得很好 尤其是对于我们未来营运的TA的目标 锁定和营运策略 是否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而先云委员蔡宗志指出 农产运销公司所出产的产品 品质优良且有保障 也请宪明多多购买 并期待透过农产运销公司的努力下 持续协助农产推广 让业绩转亏为盈 也要来保障到我们这些官员的官民 如果要来买我们 吃我们的豬肉 吃我们的肉品市场算是最安全的 这算有食品安全管理过的 希望可以来多多 来给我们肉品市场 多多来跟消费到它的豬肉 还是礼品 在本日会中 县远林芳宇蔡宗志都对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提出许多建言 希望面对莱猪进口后 公司能够积极研理方案 让农产推广及业务推动不受影响 保障农友权益 记者卢宇凯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